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台电报道 今天要为您带来一则最新的消息 绿色电力指的是生产过程中 几乎不排放二氧化碳的电力 为推动节能减碳 经济部自103年起 实施绿色电价制度事办计划 台电配合办理认购作业 开放认购太阳能及锋利 两种再生能源所生产的绿电 今日媒体报道 绿电没人要 台电找员工帮忙 台电出面澄清表示 事实误会 台电公司我推广绿电的话 主要是以企业跟团体为主 我们公司虽然曾经发行 给各单位说在接下来业务的同时 有机会的话 能够推广宣导购买绿电 但是我们也特别强调说 绿电的购买是一个自愿的性质 台电公司绝对不可能 也不会强迫我们员工来购买绿电 那么今年104年 截至5月11号为止 我们全国来申购绿电的户数 大概有289户 那么购买绿电的总额度是393万度 这里面的101公司它购买最多 总共是101万度 台电公司我们为了要方便民众来认购绿电 我们除了我们民众可以到我们服务所去零贵申请之外 也可以用邮递的方式 或者还可以直接拨打我们1911的客服专线 以我们客服人员来帮我们民众来填写来申购绿电 台电公司非常欢迎所有的民众都加入我们绿电申购的行列 拿实际的行动来支持我们再生能源 台电公司推广绿电的对象是以企业团体为助 且绿电认购属资源性质 绝无强制要求员工个别认购的情况 台电公司综合报道 这里是台电影英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